大家好,我是美食多 蟑螂在家里总是省出鬼没的 一不小心,还会爬到碗块食物上面 想想的非常恶心 大家都听说过打不死的小强这句话 其实这句话讲的就是蟑螂了 蟑螂之水被誉为打不死的小强 是因为它们拥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研究中发现 即使蟑螂的头被切掉了 它们依然可以存活一个礼拜以上 最后是因为饥渴而死 另外蟑螂肚子里还有一个暖 居然装着40到50个小蟑螂 即便是把大蟑螂拍死了 它们的身体里边的暖 大部分都是死不了的 之后这些小蟑螂就会捧化出来 快速的成长 又是一大堆蟑螂了 真的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啊 小气量的杀虫剂对它不管用 但是使用大气量的杀虫剂 还要担心是否对身体有害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 对付蟑螂就是守到前来 而且对居家环境 卫生没有任何影响 不会有副作用 以后就别再把蟑螂拍死了 只要用了这个方法 就可以把它们彻底的赶走 家里就再也不会有蟑螂出没了 蟑螂也不敢进入你的家门 在家的蟑螂也都自动搬家了 今天的这个方法 要用到的工具便是洋葱了 洋葱是我们经常用来凉拌吃 想吃洋葱对身体特别健康 但是谁也没想到 原来洋葱也可以用来对付蟑螂吧 其实制作方法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洋葱切成小块就可以 切好之后都撒一些放入盘中 那么这碗洋葱该怎么食用呢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 我们可以将这碗洋葱 放在家里的角落 就是蟑螂经常出没的地方 蟑螂不仅会扰乱我们的正常生活 还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造成不利的影响 据研究表明 蟑螂身上携带40多种病菌 很多都是会引起皮肤病 和健康问题 加上蟑螂很喜欢跑来跑去 尤其是在厨房 蜂拥而至经过的每个地方 都会留下各种各样的病毒细菌 简直是让人恶心 其实用个洋葱快速搞定 因为蟑螂特别讨厌那些刺激性气味 而洋葱恰好拥有这一股浓重的刺鼻气味 我们人闻到都会呛得流眼泪 蟑螂更是避之不及了 除了角落 我们还可以将洋葱切的装入碗柜中 蟑螂很是喜欢爬上一些食物 或者是碗筷 有时候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在迷带上 想想就让大家觉得浑身恶心 蟑螂身上的病毒也许它爬过 但说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依然会拿出来成食物 就会导致我们出现很多的肠闻问题 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 更加需要在生活上引起重视 而且一旦进入到了晚上之后 这些蟑螂就会成群结队的出现 而大家在想尽一切办法之后 发现没有什么好的效果能够消灭对方 其实这是因为大家所找的方法不正确 蟑螂非常害怕洋葱散发出来的气味 只要有洋葱的地方 蟑螂就会自然离开 不敢靠近 蟑螂们都会搬家哦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方法 这个方法我们需要把洋葱切碎 剁得碎一些 这样方便洋葱的气味散发出来 朋友们家人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帮忙点一个免费的like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美食多来说 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 现在这个视频 就辛苦您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然后准备一个喷壶 我们将洋葱装到喷壶里边 然后加入适量的水 将它混合均匀 摇晃一两分钟 使洋葱和水充分融合 形成洋葱水 这样就可以食用了 方法其实很简单 把这个洋葱水 喷洒在蟑螂常常出没的地方就行 就把它喷洒在 一些洋葱不便放置的地方 比如房间里的衣服柜子 这样做也可以让这些柜子和角落 散发出洋葱味 让蟑螂自然不敢靠近 因为房间空间比较大 不可能哪里都摆一盘洋葱 但是可以每个角落都喷一喷洋葱水 这样一来 我们家里的蟑螂就不敢靠近了 自然也就不会再有蟑螂了 长期下来 这样做比把它们拍死更有效 不然看见一只蟑螂的话 睡觉都不安心 而且这个洋葱水是天然植物成分 不会对自身或者是小宝宝有任何的影响 我们是可以放心的 喷洒在房间的每个角落 这样也可以给我们营造一个安心舒适的环境 可以放心入睡 我们还可以把它喷洒在卫生间的角落 或者是下水道口 一到热天 家里最头疼的就是卫生间了 不仅会有蟑螂出没 还会有小飞虫 那种虫子也叫鹅鹰 怎么赶都赶不走 每次上卫生间的时候看到 心里也会觉得不舒服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往下水道口和卫生间的角落多喷一喷 利用洋葱散发出来的气味 把那些虫子赶走 有后再进卫生间就不会再看见 那些趴在墙上的小虫子和蟑螂了 同时还可以去除厕所异味 很多朋友为了去除异味 都会在厕所喷洒空气清新剂 其实这种东西喷多了对人体有害 而洋葱水极为清新 而且健康无添加 实在是上上之选 很不错吧 学会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小妙招 以后就不要再把蟑螂拍死了 也不用担心蟑螂怎么灭都灭不完 用以上这些方法 蟑螂都会自动躲开 让你不再受到这些困扰 以上就是洋葱的生活小妙招了 不要以为它只能用来做菜品 还能解决生活中的小难题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谢谢大家 大家下期再见